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7月22号要举办一个亲子座谈 原因起源是因为有一天我在我们家外面做打草的工作 我们邻居就跑来问我小孩申请大学的事情 问了很久的 我们就想起说他老美他都不懂 那我们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们第一代移民有多辛苦 因为他那个系统跟我们当初在亚洲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想到说那我们是不是来给听众朋友一个这样子的分享 或者是讨论 所以我就很开心就跟美剑讲 美剑就很热心 所以我们现在还要调了一个时间是7月22号 那我不要再专注说要怎么样去申请名校 那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就是一个方法 就是你申请什么样的学校 可是我希望做到的是说给家长一个概念 大概高中四年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 然后怎么样帮助孩子 所以我当大家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个过程 然后在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做什么样的准备 那当然你学会了这些方法 你要去申请什么很好的学校 那方法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当初是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不是太困难 那如果说父母亲你的专业不是教育 也许你的孩子第一次要上大学 可能就会觉得多听听参考参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所以我就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办这些亲子讲座 然后很想念听众朋友 也许我们可以大家聚一聚 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 好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你那一天有空 欢迎你来参加 是其实我们应该要这样子讲 如果你的孩子 尤其是要准备已经到高中 这个要生十年级的孩子 青少年青年朋友 欢迎他们一起参加 我相信有的时候 父母对于在像是林教授 对于谈到关于在申请大学很多东西 我们听得懂 但是实际操作 因为这个就学教育的系统方面 有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 或者觉得没有那么顺 那么样子的平顺 那么顺利 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 对于他们来讲 从小在这一个教育系统里面成长的 该怎么走 该往哪走 要去找谁 要怎么说这一些呢 我想有的时候很可能 他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只是他们要知道 从哪开始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什么应该现在做 什么可以拖一拖 要做应该要 有些是轻重缓急 在他们来讲 他们可以更容易的掌握 所以我们非常的鼓励 就是除了家长以外 也欢迎你们邀请 或者说带着你们家的十年级以上 小学又跟高中 跟初中大概还不用 但要升十年级的同学们 欢迎他们 欢迎你带着他们一块参加 那有的时候朋友们会说 哎呀 他们这个都是一些ABC 讲中文 他听不懂啊 听不清楚啊 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中英合并 是吧 林教授 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孩子 很有能力的 我在家跟我们的小孩 中英文混着讲 你知道因为你 我以前讲过 说有的父母会严厉的 要求孩子在家 一定只能讲中文 不能讲英文 那我对这样的看法 是比较不是那么认同 因为我觉得孩子慢慢大的 他的生活会越来越复杂 然后他因为中文 你知道他毕竟不是他的真正的 虽然是第一语言 可是他的学习环境 他在过程里面 他的语会会越来越复杂 那越复杂的时候 他学到的这些 都是英文的语会 所以他讲到 或有一些事情 也许他没有办法 用中文完全的跟你说清楚 那如果父母亲 在的在 在苛就于说 一定要讲中文的话 他中文讲不出来 他会非常的挣扎 到最后他觉得太麻烦了 那他也许就不跟你说了 那听众朋友 我们要想大前提是什么 大前提是你要了解 小孩的想法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你讲中文 讲中文那个是个 很好的鼓励 可是你要了解 他内心的感受 因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会有一些挣扎 特别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如果我们在那样子要求的话 当孩子不跟你说的时候 也许他外面有朋友会听他倾诉 那有的孩子 他也许也不跟人家讲 那你知道那种内心的纠葛 其实 不是一个最好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 我在家里 我就觉得就中英文混着讲 混着讲 长大以后 我觉得我的小孩 好像也没有比较不好 因为他们两个现在也都在工作了 他们中文其实也还可以这样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真听不懂 我讲的我可以英文再讲一遍 我现在是用英文上课 那个对我来讲 不是太困难 是的 所以我相信朋友们 我们是真的欢迎 因为这是一个亲子 也是一个互动 因为在这样子的 你为自己的孩子 在升大学的前期的准备的工作 我们第一个 我们还要再次强调 不是以名校 不是说一定去申请长春藤的名校 来作为我们这一次 林教授的座谈会的一个主题 而是普遍一般大学 所有生 你不管是要申请UVitch 或者UT 或者是其他的学校 那么是普遍一般大学申请 在进入这个申请程序的时候 要注意的事情 什么时间点 应该做什么事情 要怎么做 要准备些什么 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的听众和你的这个青少年 这个高中的孩子 一块参加 那么因为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的朋友们能够通知一下 德州中文台到底有多少位 我们好统计一下 不需要你登记 不需要你的名字 不需要你留电话 我们只是希望你打个电话 告诉我们的工作的同仁 留下一下 你大概是几个人参加 一个人 两个人 四个人 你要合家一块参加 我们也欢迎 这样子也方便 林教授可以准备足够的hand out 这个文字的资料 重点的资料提供给大家 那么简单的查点 德州中文台也会准备 所以希望朋友们 事先先打个电话 给德州中文台 我们不是需要你登记姓名 都不用 我们只要知道有多少位听众 到时候会参加 电话麻烦你打 713-839-1880 713-839-1880 时间是在7月22号的上午 但是呢 确切的地点 朋友们等这个礼拜稍晚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会公布 好 我想这个是大概的重点了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新惠 因为我想跟听众朋友鼓励一下 因为你在办活动的人 其实很辛苦 大家只是说 我只要跟你讲说人数 可是那个背后的准备工作 其实很繁琐 真的 因为我常常办活动呢 那是就很开心 然后呢 办一办 万一都没有人来 你知道 真的就很泄气 那再来 万一真的人来太多呢 椅子不够坐 然后场地不够 那也对工作人员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呢 我们做活动之前 我们都很希望 做到万全的准备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有兴趣来参与的朋友 你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 让我们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安排 因为在场地的上面 我们要知道说 大概多少人 我们要有多大的场地 当然是爆棚最好 很有面子 那不是我主要的 主要关心的地方 我主要是希望说 把一个活动办得很圆满 就是场地要适合 然后呢 我们做的准备工作 要能够配合工作 听众朋友的需求 所以呢 我们要把活动办好 也需要听众朋友 跟我们一起 一起共同筹划 然后也希望说 未来我们还有机会 再做这样的活动 那听众朋友 不要把每件的辛苦工作 理所当然 不是我的辛苦 没有人理所当然 真的是 因为真的 我自己在办活动 我知道那个辛苦的程度 然后他这次只是跟我 他平常也做很多 其他的活动 我们要好好的支持他 真的 因为不容易 没有没有 OK 我们这样子讲吧 我们媒体嘛 因为是媒体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 把正面的需要的 正确的讯息 带给我们的听众 带给大家 那么 我们这个是 林教授发起 然后我们能够 尽量作为媒体 做宣传以及做介绍 就是希望林教授的心血 和他的分析 和这个经验 能够benefit 对每位需要的听众 都能够提供你需要 对你最迫切的帮助 那么让大家在未来 以及你的孩子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能够有更顺利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在现在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别忘了学生贷款 在现在呢 已经被这个国会否决了 所以呢 拜登政府的学生贷款 现在否决了 虽然总统已经 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 但是呢 这是有 有限度有要求的 不是那么样子普遍的 所以对于 孩子将来念书 你要不要 他需不需要自己贷款 你要不要帮他提供贷款 你要不要在他贷款了以后 你帮他还款 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经济上面的考量 希望不要 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 但是如果会 必须要申请贷款 那么有没有办法 可以把这个贷款 我们不用申请 而得到的是补助 不是去借款 而得到的是放 是一个补助 那这些都跟你在申请大学 准备工作 有100% 200% 300% 400% 500%的关系 所以如何能够做好这个准备 7月22号的这个meeting 这个seminar 我们就鼓励大家 和你的孩子一块参加 所以事先请登记一下 713-839-1880 太好了 OK 听众朋友 我们每次都很开心 说我们要办活动 然后正题都还没讲到 就是 我最近很关心一个就是 父母亲跟孩子怎么样互动 然后我就常常会去回想 我当初跟我孩子的互动 我有没有踩过什么地雷 我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现在回头过来看 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 然后我最近就看到一个文章 他就讨论说 父母亲的无心之过 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 然后看完以后 我的感触就很深 我想每一对父母都很想 帮助他的孩子 希望他走到最好 最顺利的人生大道 然后在我们这样子的 爱的前提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了一些 无心之过 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很关心孩子 我们自己觉得 我就是为你好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那我不是说父母亲都做得不好 我只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潜意识 或者是说以前父母亲 是这样对我们的 然后我们长大以后 我们也没有想太多 就用相同的学习方式 再把它传承到下一代去 那当然在美国 我们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 然后这个差异有的时候 会造成孩子对我们的误解 所以我先来讲说 孩子的自尊心 如果他的自尊心是很高 很好的时候 他有什么样的好处 第一个 一个好的自尊的孩子 在困难的过程里面 他比较容易接受挑战 特伏困难 再往上去 那再往 他如果说自尊心比较强的孩子 他也比较愿意去接受新的事物 然后比较勇敢去尝试 这些是好的 好的自尊会造成 会让孩子有这样的现象 然后自尊心其实是 关乎于我们自己怎么样想自己 这个是很内在的 它受造很多外在的影响 那外在会怎么样去影响孩子的自尊 那如果说我们提供孩子一个温暖的 知识的了解的环境 看到孩子的努力 而不是里程果论 就是你中间可以看到孩子的努力的时候 你这样子可以比较 比较能够帮忙他建立一个很好的自尊 那这个讲起来就有一点抽象 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 我们亚洲有一个传统的概念 就是爱之深则之切 我不告诉你 然后做得不好 你怎么会知道呢 那我就是因为爱你 我才跟你讲啊 这不是我们常常说的吗 我才不说的 从以前不是我们常常说啊 我们的父母们 搞不好我们的爷爷奶奶 祖父辈祖辈辈 也常常这样子说 所以我们才学的 如此自在自然的 想都不用想 脑袋里面都不用打个稿子就出来了 这就是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个 我们因为代代相传 然后我们一直都觉得就是这样子啦 有什么好疑问的呢 你看我长大了不是一棵好好的吗 对不对 不是也只有一棵大树吗 可是丁康普 因为我们毕竟飘洋过海 我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他们的国家的文化并不是这样子 那孩子在学校 他们老师会比较注重说 怎么样去包奖孩子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他们有他们的盲点 可是呢 因为他接受到老师比较会 包奖他 那回来我们如果 不太包奖他呢 那我们一直跟他讲 他不对 那孩子就觉得 对啦 我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啊 我做得再好你也看不到啦 那这样的话呢 孩子妈妈妈妈 会跟父母亲的感情会淡化 因为会淡化的原因是因为 你在一开口你就说我不好 然后慢慢你知道 人都会有一个自慰的心理 我就知道你要怎么讲我不好 所以我就慢慢慢慢 为了要减少内心的伤痛 我就会慢慢慢慢的保持距离 可是他不会对外讲 他只是 他就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就这样 我最近看了一个 讲脱口秀的一个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他 他叫Jimmy O.Yan 他来自香港 然后呢 他最近看起来是很红 我常常在YouTube上面看到他的影片 然后他常常就会讲 那个文化上的差异 讲他父母亲怎么样对待他 然后他讲起来都是笑话 然后每听起来都是笑话 可是我听起来是点滴在心头 因为他就是把那个文化上的差异 讲出来 那他能够把他当笑话讲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伤痕在里面 所以呢 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空 你可以去听他讲话 很好笑 那再来呢 我们不要怕孩子说 我的伯罗包讲他 他就飞上天了 他就不失努力 不怎么样 听众朋友那是 那是一个不太好的想法 我们呢 尽量能够看到孩子的努力 就算他做的不好 你也要通报他的努力 比如说我都是拿成绩单拿回来 然后你知道我们的本人玩意 就是说你怎么拿了一个B 他也许七八颗他都拿A 他就手那一颗拿B 那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七八颗A的努力 我们只看到他一个B的不对 是好像我们都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会说 你不要这个就这么一个 你不要老是想着你有那么多A 你把这个给变成 你把这个努力到A 再来跟我讲话 你显然这个不够努力 OK 听众朋友 三明治法则 一个先看到他努力 他那个七八颗的A 请你先读到 看到他的努力 他也可以给你 各个都拿B 不要都拿A 对不对 就碰到他的努力 说妈妈觉得你很努力 你这几颗都读得很好 妈妈觉得很好 那B呢 你就问他说 妈妈觉得 如果你其他颗都很努力 我相信你这颗也很努力 可是 你有没有困难 你学习的时候有没有困难 为什么这一颗就没有拿到A 我妈妈相信你尽了力了 然后我看到你 可能在这一方面 需要一点帮助 那如果什么地方 你觉得观念上很困难的 要不要 你需要妈妈的帮忙 不要一刻就骂他 因为你一开始就骂他 他觉得好了 我这次拿个B 你就是要骂我 我下次拿三个B给你看 那么帮助到了 要完蛋 第二个就是现代的父母 不是我们这一代 我说比较年轻的父母 会过度保护孩子 怕他觉得太痛苦了 这个太困难了 我们就自动都帮他做了 如果说 他就不要压力很大 我们帮他做了 他就告诉他怎么做 他就照着做就好了 那听众朋友 这也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 因为孩子会长大 他人生的过程里面 挑战会增加 你要在他小的时候 经历一些小小的挑战 他可以克服 他可以克服 他就相信他的能力 然后他 所以他越来挑战越大的时候 他的能力是累积上来的 如果你一直帮他 帮到后来我们老了 我们没有办法再帮他 你再让他去面对人生的困难的时候 对他来讲 也许是一个很大的惊吓 所以不要试试 要帮孩子做 你可以让他面对 让他做 但是可以在旁边从旁协助 因为劣集就会增长能力 人家说能者多劳 我觉得反过来 劳者也能多劳 因为学习 学习他就都会努力 所以我看到很多 很有爱心的父母 很担心孩子做不来 四四样样帮他做 这个不是最好的方式 对 然后呢 我看时间好像快到了 我们今天 再介绍 再谈到了这个 Seminar 在22号的Seminar 对 又占据了一些时间 但是呢 我相信 朋友们还是要提醒朋友们 在7月22号的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大家 事先电话登记 以下人数 713-839-1880 那么林教授准备的这个活动 这个Seminar 我相信会对 尤其是家里边 有孩子要升大学的话 对于这前期的顺利的准备工作 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家长们也可以知道 自己要从哪一方面来开始 要做些什么准备 你的税单 朋友们记得啊 你要申请所有的放置 你的税单是必须的 然后要怎么样子准备 有哪一些管道 注意的事情 时间点 我们都会在7月22号的 座谈当中 林兴惠林教授 会为朋友们分析 提醒大家 所以请大家先 告诉一下 跟德州中文台联系 有多少朋友会参加 好妈 请登记一下人数 7138391880 好8点57分了 我们和林教授的讨论呢 这个孩子的自尊心啊 我们要在这儿 稍微告一段落了 这个自尊心 我们下次还可以谈 我把它做个比喻 我们下次 听在哪里 我们就继续这样子 我们下次继续 我们就要讲 预知结果如何 朋友们 请听下回分解 然后有一个小板幕 啪一声才吸 希望见到听众朋友 希望见到大家 我很希望能够 见到听众朋友 好谢谢 谢谢新慧 那我们下回再聊 OK谢谢你 拜拜 拜拜